這個雲林有一個 蘇聯的鴿子跟鳥的收容處 是求民眾檢舉 只是沒有好好照顧 方園索的會同警方去開車 換人檢舉說的都是真的 一百三十四十的鴿子跟鳥子 全部不收 以違反當不保護法採取 這個民眾檢舉 方園索領王會同警方頂黨委 來到近年來這處 蘇聯的鴿子收容場 可以看到很多鴿子 用簡單的環保作動條的 各地替台湾出現收容大量的鴿子 經過鳳羽索領王的沈點 總共有134隻 到現場來講的話 我們清點的這個 選貓之數 全隻大概有90隻 貓只有44隻 目前全案 真一這個 動物保護法 全數法目錄當中 今年董事務鳳羽索領王 這處鴿子收容場 由一名單身扶持人作用 經過早報查看 其養的環境很落實 通風不良 而且還有部分的狗羽索領王 很爽有看法的進行 但這麵單身的男主 還透過的蟲露來不看 對此有同步團隊就好 如果要幫助動物 不一定只有觀看 可以先到現場 有參考太多的環境 還是改善無主 他哪裡有狗園 他願意讓你看 你就去看 他不願意讓你看 你就別捲了 他不能光是在網路上面 光是看了一些照片 跟看一些文章 然後一時的同心心 這樣就把錢準備給他 洪威索表示 因為這麵單身男主 一百空四年就要因爲違反黨保法 比中法 洪威索 因為不可以使用 辦理定義的對象 現在他需要割到 救高安養的名義無款 但看不到提供素質的使用環境 只要無款經驗 換多還需要理清 專門以違反黨保法來散辦 這種用意不得 救高安養的 好